现在给大家出七西装合级 那第一身最先给大家是一个斑马纹的脸衣群 大概就是西装的一个橄榄绿 搭配着斑马纹的元素 因为斑马纹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 也是一个失望的一个象征 那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身的项目效果 那下面呢 我搭配了一个尖头的铜丝鞋跟鞋 这样一身就是一个深的小肩 那第二个上面呢 也是一个脸衣群啦 因为最近可能到春夏天了 对脸衣群也是越来越喜欢 那现在这身呢 这身呢就是一个非常修身这种黑色铃鞋 前面脸子是非常的亮眼 它是一个波浪的一个方脸 然后也是上身非常的女人性的 然后又有点腹骨膜的那感觉 那这身上效果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脖子这里可能有点单调 有点空 然后我搭配一个红巾 那我现在搭配一个墨巾 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是一个黑白配色的 我觉得这一身呢 整体搭配是非常的淡定的 我觉得这一身呢 真的是却一不可 然后现在呢 我会搭配一个手团包 然后我选的是一丝绒 黑色的手团包 我觉得这一身的风格 是超级融洽的 这一身呢也是一个裙装 因为我觉得对于春夏天来说呢 是一个裙装是一个非常便携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穿搭 里面这裙装就是一个很休闲这种感觉 然后呢 里面也是铁绒带的 下面呢我搭配一个红布鞋 然后呢是一个黑色的长款西装 我们这一身搭配的就是一个 非常街头休闲随夜的感觉 然后现在呢 我搭配一个包包 现在这一身呢 就是一个白色系的搭配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白色系的搭配 所以我对西装白色呢 是一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西装的面料它是一个非常有激励感的 它不是纯白 是一个照一片珍珠感的颜色 价格搭配一个光泽感 非常好的一个空气素 我觉得这种面料的碰撞呢 是一个非常高级 并且很贵级 还有质感这种碰撞 然后现在呢我拿一个手包包 然后呢 今天这个天气呢 特别是外来带一个墨镜 我觉得这个墨镜 也是给总体的一个衣服加分的 那这期的西装分享到这儿了 再见 拜拜